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,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今早至陆委会前抗议,批评陆委会原本要推动两岸交流,却不准金门县赴县长吴承鼎等人赴中国参加今夏通雪仪式,陆委会应更名为两岸普通委员会,新党成员还高呼中国人加油,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今率众至陆委会前抗议, 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苏恒说,2001年,前总统陈水扁主政期间,吴承点与金门县长李柱峰和曹远章等人,赴厦门洽谈小三通,经过容诚的谈判签署了小三通,当时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认为他们违法签署协议, 17年后,陆委会再度打压金门,把两岸通水的美式全盘打翻 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林明正批评,陆委会设法打压两岸交流 包括支持民航局禁止春节加班机,禁止台清赴大陆中国银行任职,禁止公司立大学专任教师,不得参与大陆各项国家基金及研发计划,禁止大陆官员来台参加海峡论坛活动等。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名字虽有明通两字,但却让两岸事实都不通,前翠直接改名为两岸不通委员会算了,新党成员也在陆委会前呼名叫明通,通通不通,不要不通,要心三通,两岸一家,共创双赢,中国人家有口号,新党也认为,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法令已经不合时宜,立法院应立即推动修法,扩大两岸互动与交流。 陆委会则派出联络处专委张多玛回应,张多玛表示,金门相亲可能都误会了,中央跟地方的心是一条的。